這兩支不是台灣正光代理的 所以你沒看到它下面都沒有台灣正光代理的字樣 那編號的話呢 這兩支編號都是JJL181114 這兩支的號碼都是一樣的 怎麼會這樣 今天我們就來開箱鐵達尼 我們大家知道說鐵達尼當時在1997年上映的時候 可以說是造成全球的轟動 有些人進電影院至少看了十集變成鐵達尼 每次看每次哭 我們就來開箱由芳口出的這一組Jack還有Ross 那它這一組Jack號碼是706 那Ross這一支號碼是705 它的背後這一組的話一共是兩支 不過鐵達尼這一套的話 到後來芳口還有出一個什麼Jack的 不同的版本還有什麼場景組的 那基本上我電影的話不會收那麼多 因為這一部電影算是經典 不過鐵達尼我只有收這兩支 分別是705跟706 所以它有Jack跟Ross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開箱 這兩支不是台灣正光代理的 所以你沒看到它下面都沒有台灣正光代理的字樣 那編號的話呢 這兩支編號都是JJL181114 這兩支的號碼都是一樣的 怎麼會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看看 我覺得怪怪的哦 那它一樣呢 有每一個房口的下面盒子 它都有這樣子一個不同的號碼 那這一支是Ross 那Ross的話它這一套禮服應該是它那時候邀請它 上餐廳的時候就穿著這一件禮服 它後面的話呢 你看它綁著這樣子的頭髮圈呢 是套著一圈一圈一圈的 然後它的耳朵呢 掛著一個銀色的耳飾 然後穿著一件脫裙的一個長禮服 那右手呢戴著一個到手肘的一個手套 那左手呢戴著一個小包包 它的禮服呢 你會看到上面呢 會有一些像那個戴bling bling的這種銀粉 那整支呢穿起來真的是超豪華的 你看到說它這個眼睛超大的 然後眉毛很漂亮 那它的底座呢 它的底座呢 長的是這樣子 下面呢會打著一個號碼 不過它的底座下面呢 是沒有打funkle的這個字樣 那它的funkle的字樣呢 打在哪裡呢 打在它的脖子 就是它的頭 大頭的這個下面這一圈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這一支 這一支 弱石的話呢 不要懷疑 它的 模具的那個 壓膜呢 就是在它的脖子的下面 那這一支呢 長得是非常的可愛 那不過呢 它這個身上的這個銀粉呢 如果你手上沾到的話呢 你會沾到你的手上 這個銀粉 所以呢 這一支在拿的時候呢 要非常的小心 避免它身上的這些銀粉呢 沾到你自己的身上 或是你的手套上面 它這一支jack 就是它穿著這個西裝的這支jack 也就是它那時候被邀請到 晚餐的時候呢 它穿了這套正式的服裝衣服 這個燕尾服 那它的右手呢 是 伸直的 那左手呢 是插在它的後面 那它的腳呢 是黑色的 提鞋 那號碼的話呢 這兩支的號碼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一樣呢 它那個FUNCLE的模具組呢 一樣是打在它的脖子的下面 那這一套呢 我剛開始拿到的時候呢 我第一 第一剎那呢 我突然覺得說 我是不是買到假的FUNCLE 因為它這家盒子呢 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它上面打著一個 這種6433 看起來是非常的粗糙 那我一當下呢 我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買到 拿到假的FUNCLE 那後來呢 很多細節上的一些 比如說盒子上面的它這個 它這一組字 它這一組字 然後呢 再加上說 它這兩個脖子後面呢 它都有所謂的模具的這樣子的壓制 那還有呢 我去網路上呢 看了很多資料 那查完之後呢 我才確定了說 這兩支的FUNCLE呢 是屬於真的 正貨 只是因為它沒有公司 它不是正光代理的 所以 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拿到假貨 然後呢 後來我才知道說 這兩支呢 的號碼呢 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當下 如果你跟我一樣的疑慮就是說 你買的FUNCLE是不是 有問題 那或是說 你今天看的時候有疑慮 那我以後呢 我在介紹公仔的時候呢 我試著會把這些 DETAIL 這些 比較細節的部分呢 然後呢 放在我的影片上面 那變成說 如果你 你買到公仔 如果你有疑問 想要做比對的話呢 你也可以到我的 影片裡面呢 去慢慢看說 這些的象徵呢 這些 所謂的細節呢 跟你手上的這個 FUNCLE呢 是不是一樣的 因為畢竟說 我們在EBAY上面呢 有看到 非常 我們覺得 是來自中國的這個FUNCLE 那如果你會覺得說 價錢特別的便宜 一隻可能在20塊美金的公仔呢 他可能賣7塊錢的美金 那而且他的Location 是來自於中國的話呢 那你在EBAY買的時候 就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因為 大概有10 我不能說100%啦 大概85%以上呢 都是假的FUNCLE 那一樣你花那個錢呢 從國外 買回來的 買到假的 說真的 你也會很厚吧 那再來就是說 在FUNCLE 在蝦皮上面呢 我最近有看到一些什麼 所謂的手辦 那他們的FUNCLE的價錢 特別的低 那這邊呢 我也提出非常大的懷疑 因為是 他們都是放一些網路上的照片 然後沒有放FUNCLE的這種 屍體的照片 那所以說呢 如果你要去一些 非 代理商呢 或是非商家買的公仔呢 你要千萬千萬千萬的注意 就變成說 你買的FUNCLE呢 你是不是真正的 官方出的產品 而不是所謂的山寨 以前出的FUNCLE呢 在上漆方面呢 可能會比較差 尤其是像這種金粉的 像ROS這一支呢 你會發現到手上會很多 殘留一些很多的金粉 那不要懷疑 因為以前的漆真的是比較差 那FUNCLE最近出的呢 也越出越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剛入手的 剛入門的FUNCLE的 FUNCLE呢 我會建議說 你最好是跟經銷商 或是代理商買 或是到影城的GSHOP 買這些所謂代理商的證貨 這樣子的話呢 你第一個是你買起來 你不會覺得 怎麼FUNCLE做起來很差 那再來就是說 你既然花了錢 你千萬不要被山寨片了 那自己說蝦皮啊 或是說如果有些人 英文不錯的 想要去國外一倍買的話呢 在單架上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跟注意 因為有些 你拿到的話是山寨版的還不打緊 那如果你今天一被寄回台灣之後呢 發現你收到的竟然是 不相干的FUNCLE玩具 甚至是一個什麼 我還看多了寫的PQP的 PQP的那個印刷 那一定是山寨版的 那以上資訊呢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一樣呢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 寫信呢 我們可以做一下互動 或是 你提出你的想法 我照答案的 我幫你回答給你 那如果不知道的呢 我會再想辦法呢 去自我學習 那 一樣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 我是Jerry 那我們下次 FUNCLE開箱見 拜拜 勒 好 好 好 鬆 好 好 超 好 好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